你看 你看上面的燈火通明 但是大鎖鎖著門 一個人也沒有 你看看 我就從遊客直播的這裡進來的 進來以後然後這裡就沒人 看大概11點多了 這裡面是很暖和的 好像燒著暖氣了 也沒有 怎麼這麼暖和呢 我在這裡睡到快凌晨5點的時候 進來一個人 他用手語指示我去摘堂吃飯 然後我穿好鞋子和衣服的時候 又找這個人就找不到了 我出來外面就是這樣衣服景象 黑漆漆的還是 大家看啊 昨天晚上來的這裡 敲了十幾遍門都沒人開 然後又到其他地方有燈光的 亮燈光的地方去叫門 還是沒人給開門 我找了四五個地方都找不見一個人 這個時候五官堂還沒有開飯 此時天已經是開始亮了 我看到太陽快出來了 所以我就去拍日出了 因為這個風呢非常大 沒有地方固定這個手機 所以就沒有拍好 今天風太大了 我在冷風裡頭已經是凍了 四十分鐘快一個小時了 我穿著我這個衝浮衣 下課 然後我又把羽絨衣都套上 哎呀不行 實在是太冷了 我已經錯過了這個開飯時間 我看看還有沒有沾飯了 動死我了 身上的衣量都被動壞了 看看這風有多大 給你們看看啊 哎呀 外面雖然是狂風大作 五官堂裡面卻是溫暖如春 這裡已經是燒上了暖氣 看這倆美女穿著大衣還在靠著暖氣 取暖 你能想像到外面有多冷嗎 我為了拍日出 在外面凍了一個多小時 凍壞了 我也過來去訓了 現在看到的這些就是東台湾海市的早上的樹栽了 因為我進來的有點晚了 所以這裡的餐呢已經是吃完一波了 看看現在就生這麼幾個人了 他這裡的這個素菜呢還是挺好吃的 尤其是裡面的這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叫什麼 那個吃起來口感就像外面的那個灌魚 的帶魚罐頭那種口味似的 就像魚肉的感覺 吃完以後奉上我的心意 繼續上路 フェル繘了 accessible 我看到她很喜歡 我携 timing 還不太吃 恐慕 不會 哈喽各位亲戚们你们好 现在呢我就要离开这个东台湾海市这里了 出发去完我的下一站 把余下的路程呢我全部走完它 争取再回到我的起点白云寺 从这个东台湾海市这里呢 往这边这有一个这个口 从这个口走出来 走出来看 这个呢就是旅游们的同步路线了 那么昨天晚上呢因为天太黑了 我看不到这个路 所以呢我是走那个汽车走的那个路上来的 好现在这个旅游们呢 已经把这条路呢踩得非常好了 沿着这条路下去最多半个小时呢 就能到洪蒙岩了 那么从山下和这个山上 它是两个季节 山下现在有多暖和暖我不知道 反正是我在山上已经是冻了两三天了 已经是 尤其是今天特别冷风呢 特别大 早上为了拍那个日出的那个岩石呢 硬生生的在比这还冷的风里头冻了一个小时 这次上来呢我没有戴手套 哎呀这个手呢就动得不行 如果有在上来的游泳呢 你们一定要记得戴上手套 我以为我已经涂完了大部分的路程 剩下的一小段用今天一天的时间来涂已经没什么大问题了 所以我在往东台下走的时候呢 一边走一边玩耍下去就时间已经是不早了 结果在下到游泳前以后呢 我在地图上怎么也找不到去南梁沟的那条路 然后就通过电话问了一个走过的自身旅友 他告诉我说不应该下来 应该直接从东台的后面过 我又走错路了 我从东台上下来了 人家告诉我说我不该下来走错了 我现在还得再翻上去再重新走 哎 二次爬到东台上以后 我遇到了一位走过的游泳 他在给我指路 看我应该是顺着前面的这个三几辆走是吧 应该不是往那边 往这边走就下到这里了应该是 行了行了 让我不知道刚才就从东台下去了 下去这不是又爬上来 你应该是往那边走 往这边走就下就下这里了 下沟里了 往那边就又回去了嘛 对对对 这边是南嘛 对对对对 你只要下去你就开上导航 好嘞好嘞 如果我在第一次下了东台以后 就此打住回台怀镇 那边什么事都没有了 但是我偏偏没有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